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贝斯天猫超品日发布会官宣王毅博为品牌全球代言人 北京时间8月28日,以年轻就要食用而美为主题的 贝斯全场景数码生活秋季发布会在深圳天安云谷科技艺术展览馆圆满举行 在发布会落下帷幕的同时,属于贝斯的双十一,828天猫超级品牌日也在线上同步开启 贝斯以技术创新为支点全面发力,围绕办公,娱乐,出行三大生活场景 重磅发布了Digital Game淡化加数字电源智能桌面快充充电器 3C加A加DC240W,超响系列13和EHUB扩展物 Boei M3半入耳式DWS真无线蓝牙降噪耳机 Blade二数字数显快充移动电源智能板 星云系列充电桩 星成系列充电枪等多个系列旗舰新品 同时,贝斯创始人和室友来到现场分享品牌战略 同时正式官宣王一博成为贝斯品牌全球代言人 点燃现场热烈气氛 王一博作为实力偶像,勇于突破自我,全面发展 有着青年演员,歌手,舞者,赛车手,滑板滑手等多期身份 他跟贝斯有着相同的生活态度与对热爱的坚持 相信本次与贝斯携手,必定能积蓄能量 用加倍热爱,与贝斯一起探索未来 贝斯贝斯始终专注移动数码与智能配件领域 发展多年已获得令人瞩目的行业领先地位 而随着用户在新趋势下出现的消费转变 贝斯贝斯也在拥抱年轻人的需求变化 此次发布会 贝斯贝斯以办公、娱乐、出行三大场景为核心进行延展与探索 秉持着Base ON User的初心 推出了多款实用而美的产品 为年轻人构建全场景数码生活提供了强大助力 从消费者洞察到产品开发和服务体系 我们多年来不断打磨流程 形成了一套体系完善 快速迭代的产品研发路径 更好的站在用户的角度 思考用户需要什么 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协助解决 正是基于这种对年轻消费群体的需求洞察 BaseOS贝斯在研发创新产品时 始终坚持贯彻实用而美的产品理念 BaseOS贝斯认为 产品的好不仅体现在能满足年轻人需求 解决具体使用场景下的问题 更在于是否能给用户带来的情绪价值与深度体验感 年轻用户对于美学认知和品味在不断提升 他鞭策着BaseOS贝斯对工业设计探索更高的标准 同时寻求多元化的美学呈现方式 实用而美的设计理念由此而来 在特定身份、特定场景和特定用途中 BaseOS贝斯产品不断帮助年轻用户解决实际问题 优化使用体验 让用户产生获得感、满足感 通过这些最终和品牌产生情绪连接 价值连续和认知连接 三大沉浸式新品体验区 链接未来数字生活 年轻人聚集的地方就是品牌发力的预场 BaseOS贝斯坚持从用户最真实的每一使用场景出发 深度链接用户的核心需求 再以系列化的产品组合呈现 全方位解决用户在不同场景下的痛点 基于此BaseOS贝斯在发布会现场设置了三大场景体验区 以场景化设计、沉浸式体验的方式 为冰冷的数码科技产品赋予更多温度 供现场观众零距离体验 感受BaseOS贝斯的实用美学 并由BaseOS贝斯产品经理代表娄硕 正式发布了三大场景系列产品 在办公场景下BaseOS贝斯思考的是如何打通个体与个体 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壁垒 让它们高效协同 这个场景的重点是创作与协同 对于身处场景内的用户与设备来说 关键就是要做到灵感不断电 连接更高效 首先发布的是Digital Game淡化加数字电源智能桌面快充充电器 3C加U加DC240W 这是一款搭载了数字电源技术的桌面充电站 通过内置BaseOS贝斯BDIP数字电路技术 智能App控制 让充电器能对用电过程主动进行实时监测 实现安全可视化 在发生故障前及时断开主线路 保护设备防止意外发生 更高效 更安全 其次 BaseOS贝斯带来超响系列13和E-Hub扩展物 它集13个全能扩展接口于一身 可以实现高达8K圈类30Hz的超轻投屏 向下兼容4K圈类120Hz 4K圈类60Hz档位 投屏画质更鲜活 视效更震撼 贝斯天猫超品日发布会 官宣王一博为品牌全球代言人 大众熟知的娱乐场景 通常是休闲放松 健身运动 玩游戏 外出聚会等 重度场景则以影音与游戏为代表 这些从感官体验出发 进入到内心愉悦的娱乐方式 在用户的精神体验中尤为重要 从用户角度来看 BaseOS贝斯在娱乐场景的产品布局 就以BaseOS贝斯音频系列为主 此次推出的Boei M三针无线降噪耳机为例 它采用极致跑道圆形耳机感 将纯净圆润的自然美感与精致细腻的人造之美巧妙结合 充电舱全开放设计 便于拿取 搭配细腻的珠光点缀 创造出流光溢彩的视觉体验 仅从外观美就能俘获一大波颜值至上的用户 同时亮相的BaseOS AECURG10双模针无线耳机 实现了全链路25ms的延迟 更适合游戏玩家 身处旅行 出差 通勤等出行场景下 电量焦虑是用户时常面临的痛点 在这个场景下 BaseOS BASE思考的是 什么样的充电产品 能够更大程度地满足用户需求 让它能够以更少的时间与空间资源 在户外帮助用户解决更多问题 BaseOS BASE BLADE 二数显快充移动电源 智能板12000mAh 165W 和市面上大部分的产品都不同 它以薄味设计语言 几乎仅有一厘米的厚度 扁平化的设计 再次突破行业极限 BaseOS BASE能量堆Air氮化加移动电源适配器 既是自带线的移动电源 也是自带线的充电器 真正做到 出门 待它一个就够 BaseOS BASE磁吸迷你自带线无线快充移动电源 强大吸力一吸即充 无负担时使用磁吸 紧急补充时使用有限 同时利用磁吸进一步稳固握持 磁吸加快充 让用户不做选择全都要 随着新能源汽车正在走向大众化 BaseOS BASE也正在积极拓展新能源车载周边产品领域 发布会上BaseOS BASE介绍了星云系列交流充电桩 行业首创的将氮化加黑科技引入家用充电桩 性能大幅提升的同时 为车主提供更低待机功效 更少热损耗的环保加充方案 与此同时还带来星程系列充电枪 专为特斯拉车主开辟的全新车载用品T Space系列 用户已经可以从BaseOS BASE T Space车载扩展物上享受到原品品质的扩展快充体验 Yota IOTA系列数字户外电源则主打户外出行轻快用电 BaseOS BASE车品力求考虑到不同用户的深层次需求 实现舒适 智慧出行 基于用户的场景化构建 持续创造实用而美的产品 整场发布会精彩分成 BaseOS BASE新品凭借丰富品类以及出彩性能引发现场来宾称赞 这场全场景数码盛会最终在BaseOS BASE品牌视频的演绎中完美收尾 当下智能产品已成为陪伴年轻人享受数字生活的高效助手 如何给年轻人带来更趣味的数字生活 用产品打通场景 构建全场景数码生活 成为了数码科技品牌的新命题 此次新品发布会对于年轻消费者来说有着革新性意义 凭借实用而美设计理念研发的三大场景新品 以系列化家族式呈现 为用户在多种场景下提供高效 便捷 融合的数码新体验 小小空间也可以链接大世界 BaseOS BASE让年轻就要实用而美的品牌理念 零距离触达年轻消费者 同时也让更多消费者通过BaseOS BASE的产品 乐享全场景智能生活 同时 BaseOS BASE全场景数码生活秋季发布会上 发布的多款新品 以及集结众多爆款的BaseOS BASE 实用而美BOX礼盒均已在天猫旗舰店上线或开启预购 未来 BaseOS BASE将会不断拓宽赛道 继续向全场景数码的方向迭代创新 给用户带来沉浸式 个性化的智能体验 满足用户全场景数码生活需求 BaseOS BASE天猫超品日发布会 官宣王一博为品牌 全球代言人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